下面我们看看如何搭建服务器平台 目前,网站的服务器一般安装在Windows NT,2000,Server或XP等操作系统中 这三种操作系统必须安装用IIS及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互联网信息服务才能够运行动态网站 在本节中,我们将介绍IIS的安装和设置操作 首先,我们这里以Windows NT为例,来讲述IIS的安装和设置方法 首先让我们看看安装 在计算机中,我们在系统中选择开始 在弹出的开始菜单中,我们选择控制面板命令 此时会打开控制面板窗口 在该窗口中,我们单击添加或删除程序选项 在添加或删除程序窗口中,我们单击选择左侧的Windows 先加删除Windows组件 此时会弹出Windows组件向导对话框 在该对话框中,我们选中Internet信息服务及IIS复选框 然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即可弹出Windows组件向导 此时,系统会提示插入Windows XP安装光盘 插入安装光盘后,便可开始安装IIS 完成IIS组件的安装之后,系统会出现完成Windows组件向导提示 然后单击完成按钮即可完成IIS的安装 完成了IIS的安装之后,还需要进一步设置及相关的选项 之后IIS网站才能够正式启用 下面让我们看看具体的设置方法 首先我们打开开始菜单 在开始菜单中,我们选择控制面板命令 会打开控制面板窗口 在该窗口中,我们单击性能和维护选项 打开性能和维护窗口 单击管理工具选项 此时会打开管理工具窗口 在该窗口中,我们双击Internet信息服务图标 此时会打开Internet信息服务窗口 打开本地计算机之中的默认网站 登记右击默认网站 然后,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我们选择属性便利 此时会弹出默认网站属性对话框 选择网站属性卡 在IP地址下拉地表中,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输入127.0.1 0.0.0.1 然后选择主目录选项卡 在本地路径文本框中 系统默认的路径是C盘下面的路径 我们也可以直接输入本地路径的地址 选择文档选项卡 单击添加按钮 即可在弹出的添加默认文档对话框中 输入index.asp 然后单击确定按钮 即可添加默认文档index.asp 选中添加之后的文档 然后单击左侧的上键头按钮 或者下键头按钮 可以调整默认文档的顺序 在这里我们将新添加的默认文档 放在最上方 在对话框中 我们再进行其他的文档 添加和删除的操作 然后单击确定按钮 打开IE浏览器 在地址栏中 我们输入 127.0.1 按下回车键 即时可以看到 预览器窗口已经成功地显示一根页面 这就说明IIS已经成功地运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